欢迎来到花吃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呢 进去来分享好吃的 我们一起来拆箱看看 哇哦 这么多小小的 好像一个肥肥的小冰棍 哇 这个冰棍太厚了吧 一个一个的 来来来 按顺序来站好 下来来了 最好吃的就是冰棍啊 因为它解暑香甜美味 还解馋 来来来 我们就从这个红红的肥冰棍开始吃起吧 这个冰棍呀 可是二合一的 它可不是普通的冰棍 哇 这样瞬间拉开的感觉 好像是在猜蟹蟀蛋 但本期呢 不是蟹蟀蛋 是小冰棍 来来来 大家猜 在肥肥的冰棍里面 猜开了有什么 一个风车戒指 哇哦 大家看到没有 来来来 戒指给我戴上 哇哦 好特别的风车戒指啊 嗯 还有一个小勺子 小勺子肯定是用来吃东西的 来来来 哎呀呀呀呀 这不是蟹蟀蛋 但更是蟹蟀蛋 看这边还有 巧克力小饼干 嗯 香香脆脆 哇哦 就这样吃着 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婴儿 华山城的小朋友 嗯 嗯 好好吃啊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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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的巧克力豆腐 饼干的味道淡淡的 但是呢巧克力的话吃起来就比较香甜呢 关键是吃完了之后还有好玩的玩具 哇哦 风车戒指 哇大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非常的美妙哦 太好玩了 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拆一个蓝色的 可开了 哎呀呀 这个里面依然有一个小勺子 这个是什么呢 感觉它像陀螺又不是陀螺 下面有一个小只佩奇 哦就是一个小佩奇 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这是印章 嗯 导演有印牛吗 可以盖章呢 盖一下小朋友们最喜欢玩了 那看看这边是什么呢 这个我猜肯定是饼干 都不好打开呢 是吧我说是饼干就是饼干 来上印尼 哎呀 这个印尼好沉呀 我得先把它掰开才行呢 哇哦 红红的印尼 来来来小猪佩奇 你马上要盖满我的整个手了 哈 这个小玩具有点意思 佩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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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噔 哇哦 来来来 哇哦 这样印上去 有没有有点像那个左青龙 又白虎 嗯 没那么夸张啦 只是我的手印满了整个小猪佩奇 给大家仔细看看 嗯 这好玩的印章啊 我们盖完了 接下来再猜哪一个呢 不行 接下来不能再猜了 万一再猜到一个印章的话 那可也要盖满我的整个脸呢 所以呢 来给大家说说 这个奇趣蛋呢 一面是玩的 一面是吃的 相当能够满足你哦 好了 那本期的这个冰棍奇趣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 千万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